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检查一下每个同学的作业 好 那谁来起一个头 明媚汤 读一下你的作业了 我的爷爷叫米光药 今年67岁 听爷爷说明朝的时候 我们逃到明尧 爷爷还说 我老爷接下明下票号 我很好奇票号是什么东西 平遥是我的故乡 我喜欢我的家乡 很好 很好 那你们家不是原来在平遥的 你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还不知道是不是 今天爷爷奶奶也跟着你一起来了 让爷爷奶奶给我们讲一讲她的历史 好吗 已经完了 来了 你好 您好 您好 您带了一个钟来是吧 这个钟在我们家属于是老个家里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 哦 这是个老钟来的 老钟 还有个他家里 不然还有在老家照项 我的奶奶 这是你的奶奶 这个是你们的 现在我们的家 80年时候我们就去的家乡 哇 这个是他的胡强 哦 你爸爸还是小孩呢 这时候 他差不多 是是是是是是 我们的老家是上西迷子的 上西迷子 哦 哦 明朝时候到达在平遥 有三百多年了 有三百多年了 哦 那个时候为什么来到平遥呢 过来吗 他们都逃荒 逃荒过来 逃荒过来的 他们都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我的爷爷是在表号了 在营乡 票号 有个货级来 当货级的 啊 爷爷 那票号是什么意思 票号 在以前就跟咱们鞋子的银行一样 从钱的地方跟去钱的地方 哦 好的 好好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分享啊 第二个呢 我们请张诗海同学 爷爷叫张德仁 今年六十七岁 爷爷的老爸是平遥第一家立盘医院的医生 爷爷跟老爷学过医 还去给人看过医 现在还看医书 爷爷的梦想是医生 爷爷让我也当个医生 哦 真好 真好 是你的太爷爷了 他是平遥的第一家立盘医院的医生 立盘医院是一个西医院还是一个中医院 哦 这是爷爷是吧 欢迎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这是你的医书 这是我爸爸留下的医书 其实在那时候是缺义少于啊 就是中医咱们的中套医 中套医就是手长的也妥 这是最古的也妥书 是女性疾病的 这是最好的哦 这是什么年代的书 这是康熙 这真是老的医书啊 哇 你有什么问题 中医和记忆有什么区别 这问得好 新医是通过化学化验以后 从来西红国家 从来来的 中医是我们多少年几千年化妆下来的 新医它有它的科学性的 中医有它的优惠性度 张诗海 爷爷对你的期待是什么 医生 那你自己想当医生吗 治病救人是不是 太棒了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张诗海爷爷 好 那我们下面再请一下温书芳 读一下你写的这篇小作文 今天贾老师放了一部好看的电影 我看得很感人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我现在都和我的奶奶一起生活 我的奶奶每天都在古城打扫卫生 早上六点出去 晚上很晚才回来 我的爸妈都不要我了 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没有朋友陪我一起过 等到我今年五月份生日 我想许一个全家幸福的愿望 好的 非常好 非常好 听了我当时 听了我当时都很吃惊的 我当时都很吃惊的 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 我们几位小朋友都读了自己 今天交来的作业 写得也非常的好 我得到了很多的收获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和对自己的祖先的历史 是不是还没有了解够 是 你们是不是还想再知道多一点 对 对 那么我们下午再开始一个新的内容 好 下课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奶奶 温舒芳的奶奶是吧 是 你好 你好 我是蒋文莉 那个舒芳刚才给她买了一个小冰淇淋 她自己舍不得吃说要给你尝尝 给奶奶吃了 给奶奶吃了 当时她先说要买冰淇淋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太意识到 大家就后来发现她一直没吃 后来为什么她一直拿在手里问她 她说她要给奶奶吃 奶奶来看 你们得小心一下里面有狗 有狗啊 那么不是松开的 这都是你们家吗 不是 不是 好几家 两个家 两个家 哦 进来咯 还养的鱼 还有一条大鱼 还有一条大鱼呢 奶奶 我们今天听那个舒芳的课文 然后呢 觉得特别感动啊 我今年九岁 我现在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今天老师放了一部很好看的电影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我想许一个转家幸福的样子 我想许一个转家幸福的样子 我孙良也是相依为命啊 你也觉得很开心啊 开心啊 开心啊 是吧 嗯 开心啊 嗯 奶奶这是你最亲的亲人了 是吧 奶奶打你多吗 打过 打我是为我好 打她是为她好 嗯 我觉得这个也让我特别感动 就这个孩子 他是有感恩之心的 从孩子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怎么样去帮助他 怎么样让他有一个快乐的心灵 怎么样去打开自己 去跟别人沟通 我觉得这个是比学习 我可能会有一个快乐的心灵 我有一种 好的 Nove